看看新闻榜 正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田老师今天显然是备过课来的 一开口对妮妮的大学时代是了如指掌 我记得妮妮在学校的时候 曾经在这儿花开的声音 对 花开的声音 还有这个有一次晚会 你曾经在准备的时候 我都记忆了我现在 对 打从系主任出现妮妮一路笑而不语 睁眼看着老师都害羞得很呢 老师应该对这个学校出来的 学生要求应该更高吧 所以我特别紧张 你应该是被老师同学说优秀的演员 绝对不是 学渣吧 好吧好吧 那我们就理解了 但在老师眼中 现在的妮妮显然跟学渣不沾边了 代表做一步结一步的她 早就成为了南广的骄傲 妮妮师姐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她就完成了一个华丽的专身 那 那 那但是我想 大家也知道这老师铁了心要表扬你 那根本就是拦不住的节奏 说到这里 系主任好像也是有点醉了 虽然那个里边是谈恋爱 但是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没谈恋爱 妮妮也干脆活出去了 你大三的时候去拍的戏 别的心天地 这个系主任要火啊 南京参加报道